新加坡留学有者必须雷区 大家好,我是孙剑林 那这一期呢,我们会介绍说 在新加坡留学方面 要避免哪四点雷区 给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做 不切实际的 这个申请啊,就有些人会 想说,新加坡这边 这个世界知名排名的这个大学 挺不错,大学牌子好嘛 然后女工学院应该很好申请嘛 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中专的文凭 甚至有一些可能高考 三百多份的朋友都去申请 实际上,以理工学院为例的话 它不是很好奇,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因为其实它 整个来说,它是介于 中专到大学之间的一个文凭 但是它的含金量很好,然后 社会认可度很高,在新加坡 然后是英国那边也是承认的 一个diploma的一个文凭 所以它是有含金量的,然后你 进入学的时候,你要通过 正规的考试,用英文 人的事件去考化学物理 而且还颇有难度 所以这个门槛是有的哈 所以大家就是说要自我衡量一下了 然后第二点呢是 不要幻想着打工赚学费哦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新加坡的私立学校 和国际学校来说的话呢 他们是不允许打工的 如果你打工被抓到 就是打黑工 你的学生证可能都会被取消 所以是很严重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说这一点 然后如果说是政府学校来说的话呢 因为课业比较繁重嘛 然后它对于课时的这个 这个出行率呢 它是非常的重视的哈 如果你的出行率有问题的话 那即使是政府学校 大学的或者旅行学院的学生的话 那它到时候 这个更新学生证也会出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一点呢 说大家要很注意 然后第三点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个特点啦 比方说你一味的追求 名牌大学啊 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啊 这一些 但是你的孩子是另外一科比较好的 实际上我们希望孩子成才嘛 成为一个人才嘛 所以其实是要结合 它自身的特点去选择的 然后第四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要在新加坡耍小聪明 因为其实我们社会风气来说有些影响嘛 就有些人会觉得说 在新加坡也是同样的可以造假的 其实这一点我要很严肃的告诉大家 新加坡在这一点上面是非常重视和严肃的 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有这个造假的成分 造假文凭 造假医疗证书 然后作弊这一些 哇你的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大家要非常非常注意说 新加坡这边是完全就是 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的小聪明的 好了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